首席關心的事有關在教育界的消息 是在教育中的正教育長羅茂順 你過你落後 因為請好來過往 向向後基盤對蘇輝 總統幫援求先到他的處理 正教育邊為門家修 需要教育中參加對蘇輝 一定熟悉 數度哽咽 多次說著 我以你為榮 這段對蘇輝和向後基盤 是紀念在教育中正教育長羅茂順 一生會做人和為教育的付出 馬總統就在羅茂順處理這次 也參加後方基盤的對蘇輝 並恨輝 總統也研究表示 他和羅茂順有長大42年的優移 當年做兵擔領預官 兩人稅上下鋪 也擔領正副學員長 竟然兩人對高雄坐公車到家裡 又走路三小時到煩惱的草山分校 而我最讓我感動的呢 就是他告訴我 他自己申請到這個偏向來 因為這個地方 當時別人沒有人到來 他只需要去 所以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特別感受到 對教育的執著熱情 還有對偏向的重視 經濟了解 羅茂順在第幾個中等 等十五年並告退休 主持完全中學 當時羅茂順一手追星 在這之前 要丹林貴大部國中中和國中號 因為中和國中有在兵役官附近 他想想可頂得比受感要 經過羅茂順和地方的交通 做好社区關係 要讓最上中和國中 對教育的班級 變成13個班級的明星學校 我能究竟表示 如果教育的空主廟 開放的屬性國有良告書 也推薦羅茂順 我跟他一直都有朋友 我沒有想到 最會是 原諒是來參加他們最適合 這次裡面有一個原因 讓我觀察到 他是一個政治、善良、誠信、誠信 敬主、包含的人 嘉義有這樣的教育家 有這樣的老師 有這樣的笑容 都應該比他為我 我也會 永遠這位團友為人 我們軍事之教 帶來的水 42年的教求 我永遠不會忘記 他用了將近四分之一夾子 將近15年的時間 將足齊高中 打造成一所 可以信賴的社區高中 我們所踏的 我們所看的 幾乎所有的建築物 都是羅校長 他苦心破壞出來的 他真的很認真的 為孩子來謀福利 孩子沒有辦法出的錢 他自己去募還 然後來支付學生 在學習上面 所需要的相關費用 他默默地在為這個校園付出 他的身影 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今天 能夠用這麼樣的感恩追思 的儀式 來告訴他 我們永遠敬愛他 永遠懷念他 在這間隔中 曾學長羅茂順 是在離過日落後 因為恰好過往 和風紀辦對思維 有不就交易 和地方臨時交流參加 在這間隔中 學生剛才在網站 什麼樣感恩的位 也不就同學 親手什麼樣卡片 要將心來的位 說給他 感恩的羅茂順 學長來聽 真心苦要 向得家鄉 採訪報道